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部署的那一张很好看的效果 超级的nice 然后这一张来说的话 我同样是已经彩星啦 不过他的三维数值在攻击方面就没这么高啦 连15000都没有突破 可是防御率算是三张里面比较高的 有11000以上 那么我们就稍微来回顾一下吧 队长技的话是体属性的角色啦 体气一枚取的一个攻击会额外增加35%啦 主要就是用在拳击机方面啦 然后必杀效果是超特大伤害 然后高确立的气绝 这边是比较可惜的啦 官方给了他一个战斗路用的能力 要不然的话放在超长官上面就比较可惜了 如果是有一回合攻击上升 或者一回合防御上升啦 我都觉得这一张会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卡 就可惜了那一个没有给他额外的那个必杀加成 可是他的整体能力却又是比较好用了 红气转体气 然后自身气力加3攻防120% 然后必杀技发动时攻防120% 这边就没有任何条件之下 他就可以顺顺利利的获得120x120这样子的能力啦 然后攻击参加中 我方全员都是提鼠的时候 我方全员的灰心发动力10%提升 然后攻击力20%提升啦 算是普助啦 可是因为要弄到全部都是提鼠 这个就比较有难度一些些啦 不过这一次也是跟他用一下啦 然后因为他的必杀效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效 就一个高确立气绝啦 就看个人自己喜欢啦 我这边的话是给到了一个14连级12灰心啦 想要有一点灰心 如果他是一回合防疫上升 我一定是直接去到20连级的不用想的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400的统计能力 如果有500当然是最好啦 连接方面目前还没全满啦 就比较慢 因为这张我原本以为他的能力会比较弱 结果他却是里面最平稳的 OK啦 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那么这一次就组他在极限战斗之路的那个关卡啦 哎 神赤眼类别啦 这边的话基本上 只有这一张力鼠的蓝身大跟这一张之鼠的 这个交替蓝身空背嘛 他们两个走一起 剩下的全部都是提鼠队员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队伍的结构上面 就可以比较完整的去发挥他啦 那么就直接出发吧 尽量是两张蓝身 两张蓝身走在一起 稍微麻烦了一些些 稍微思考一下我这边要怎么更多 OK啦 我看暂时就先这样子好了 嗯 还不错的就是至少我们的这一张 可以普助加三七 可是 哦 自身加三七 普助是彗星力跟防御力吧的 啊 这个就 嗯嗯嗯嗯 比较麻烦一点 OK OK 那么这一边的话 其实怎么打都是可以啦 随一些些就好 嗯嗯嗯 不过这一边的话 道具还是得开啦 我就先开一个威士嘛 然后目前的连接状况 就天才跟超级战 其他的全部都没有 诶 十三万八千的防御力 然后开了必杀之后 是会翻个120%嘛 那么大概是接近30万这样上下啦 诶 就26再加一个30% 接近30万 嗯嗯 所以就有相当不错的输出力度了啦 加 OK 这个样子 那么最初的第一发攻击 有一个普助在三号位 可是三号位那个普助是加防啦 三百五十六万 然后弃绝啦 嗯 这个是相当相当不错啦 在战斗路上面来说 高确理嘛 然后Virus Summer 哈哈哈哈 没有被先攻 果然就不太行啦 一百十万 没办法的是啦 没办法的是 OK 我看 有没有 有没有 十五万 而且是 不是被克署 哈哈哈哈 三十 三百十四十三万 蛮平均的诶 两张 我们的不管是T数的还是这边的 so far ok 可以接收的范畴内 嗯 这一边的话 就随便敲吧 把这个三弹 三弹给解决掉好了 嗯 最后的话 诶 敲爆哦 这个不是 这个叫什么名字 忘了随便 就 settle掉它 这边的话 想来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246万 哦 有歪 诶 你的连击是什么鬼 狗狗伤 这样连到这种东西出来 哈哈 呀 没了 诶 来 Nzamas 跟这个Govas 这一张也是还蛮期望它们可以 极限Zack觉醒吧 现在的普助力度 就只有一个防御普助啦 呃 防御普助是给到很高 可是自身的防御力就有一些些的不太足够 蛮让人担心的 所以有的话我会蛮希望它可以跟它up上来啦 OK 这一段落的话 好 就这个样子 嗯 累积大嘛 就造就啦 我们造就这样子来敲就好了 嗯 随便吧 哇 最后是卡包哦 有点麻烦 算了 哈哈 那么这一边的话 诶 会有一个普助 然后同样连接不什么样 嗯 先吃个回血道具好了 我怕会飞掉 哈哈哈哈 那么就直接触发吧 这边怎么打都可以啦 随意 先把队伍给整理好了 OK 547万 一个普助 再加上一个加工倒计 哇 这个成长幅度 非常非常的可怕 哈哈 接着就是六三嘛 有连接过后就是不一样 388万 这个输出 这一个输出 好痛 OK 这边的话 哦 37万 哈哈哈哈 虽然说这一次的主角是我们的 嗯 怎么说 对了 刚才没有登场 我难怪伪合感吗 虽然说主角是提兰达 可是 还是 还是得来让北基大出来一下 哼 是卡克耶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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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帅 完全登不上他的这个余计 哈哈 OK 这边的话 怎么个放法都行 反正就是 红竹要吃好吃吗 嗯 解决这一位吧 然后 撒蛋 最后就 随意 OK Exit Begita 729万 实在 我很喜欢他的那个 触手之前那个摇一下他的头 很帅的感觉 OK SATAN Sayonara 次第话 588万的 红 欸 蓝神 蜜蜜蜜蜜打 OK 这个整体来说还蛮不错的 OK 终于到我们的体蓝神全力出手了 而且还有还有那个普助上来啦 全部都是提鼠的角色 有 嗯 彗星发动力10%提升 攻击20%提升 这样 行きます 没有Bewsama出手的预定啦 而且对方被封印技能 所以也不怕 被打一下十出万最多 OK 532万 没有加工倒计 连接 六条的情况下 有这么个输出啦 非常 非常的猛啦 嗯 OK吧 这一张T组 大家 就输出方面来说 其实还相对的给力 可惜就是 他的 最后一条的条件 有一些的麻烦啦 应该不是一些 是非常的麻烦啦 只有这一毫公司 这将是这些人的本身 对 是 我看了 刚才我说过 唐揭的条件是全体数嘛 那个条件真的是不好去达成 太太太過麻煩了 OK這邊的話就按屬性來敲就好啦 OK這邊的話我看就開一個小老鼠 應該是OK然後會有補助嘛 然後下一輪來講的話 下一輪來講也還不會有補助 有一個防禦補助啦 可是攻擊補助還沒有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攻擊補助有到 然後再把補助加工道具給一起開上來 怎麼回事 悟空你好像不怎麼給力也悟空 572萬 只是敲下去 所以補太斗感覺好像沒有什麼feel 殺554萬 屎要贏了 我講真的是這次藍聖達的提升 真的是有一點點的狂 很猛就是啦 那一個威力真的是有到 非常非常的給力 OK漂亮啦這邊 這邊的話誰打頭都是可以啦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然後有一個 這邊是60%還是70% 我一直忘記掉 70%都補助 那麼就 這麼個樣子咧 這邊是 悟空 悟空非常非常的危險 悟空是真的危險 全部都很危險 OK啦 Gowaz那邊的話 就靠他自己的高確率迴避 迴避過去就好 save 532萬 非常的平穩 他的輸出力度 如果是講沒有全體屬 少掉20%的攻擊來講的話 大概也是有一個 480萬左右啦 不會差到太多 應該是處在我們可以接受的狀態 要小啊 這個一定痛 我就知道13萬 好痛 高確率 Gowaz save OK OK 這邊的話 也是一樣啦 隨便敲就好了 OK 應該扛個主 OK 扛個主 我要掛掉了 605萬 攻擊無限上升 7萬 7萬 280萬 7萬 新鮮兵就是新鮮兵 只能這麼 只能這麼守啦 威力很高 威力很高 累計打油 後計什麼 OK 好 那麼最後一段剛剛好 等一下下一段才是重點 的嘛 直接兩個加工 道具 下去 然後 我們的 Virus Whis 也來到了這一個段落 那麼也就是 它最強的一個回溯啦 什麼鬼 我沒有帶轉足道具耶 OK 這邊的話 就 隨便選一個角色來敲 22顆豬 悟空 吃好吃滿 直接滿足啦 嗯 35萬的防禦力 欸 足夠 那麼 加工道具 也就 給它傾上去啦 我是希望啦 悟空不要一下就 把對面給幹掛掉啦 有點可怕耶 6顆豬 8顆豬 嗯 這個打誰都可以 反正只要能把它的 這個戰力表現出來 就好啦這一輪 總共就是 6條連接 目前16萬3的防禦力 多了一個 30% 20%的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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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道具嘛 然後 3顆豬以上就可以出到補足 走 走 多卡木是肯定會有啦 這邊多卡木的話 我就不type啦 嗯 放給它自然一點過去 可是22顆豬 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的 那個 誇張 我很怕就是 悟空一拳下去 他們就對面就死完了 967萬 應該ok 967萬沒有到 非常非常的 誇張的數字 去吧 走 去吧 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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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还有剩一个克林867万 还好还好 能把最后一发的大输出给打出来 两个加工倒计45% 然后再配上一个30%的加工普助 800出万的输出 虽然说输出力度没有到那种 很惊艳破千万这个样子 不过是属于可以接受的方面 因为整个来说是蛮平稳的 它的防御力 它的输出就是 一定在那个值上面 只要连接都连到的情况下 如果有 extra的普助 它就更强这么样子 只不过要拿去打更高难度的关卡 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小麻烦 像一形容这些就 Red Zone就比较麻烦一点 可是如果是打比较前半的Red Zone的话 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30出万的防御力 应该说接近30出万的防御力 蛮够的啦 蛮够的 只是它们三张蓝神达都是一个问题啦 只能占2号或3号位 占1号位的话 开必杀之前攻防会不足 所以就可能在战斗路上面 这张表现会相当OK 可是去超场馆来说 不是不能用 只是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它的普助效果必须要三张全部都 应该说同个攻击系列三张都是提出 这个比较难达成啦 比起全部生刺炎啊 全部都是修炼进化 还要更难达成 因为类别的话我们还简单 可是属性的话就真的是麻烦 是这个样子啦 可以用啦可以用啦 都蛮棒的 稳 重点就是稳 它的那个基础就是在那边啦 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じゃあまたね